你说 如果每个人都哭穷 我这钱庄还怎么开得下去啊 你是不肯帮我了 我就知道 我根本就不该相信你这样的人 别急 别急 坐下 那你是帮还是不帮 忙 坐下 谢谢了 好 我问你 这四南路这户姓唐的人家 可不是普通人家 那是 唐家 你是当媳妇的 怎么一会儿到街上卖包子 一会儿去唱小曲 我是这唐家是没男人了 还是不把你当人呢 我们家怎么会没男人呢 那是我们家事你就不用管了 再说了 我婆婆现在有难 我这做儿媳妇的 我可不得分担一点嘛 好 就冲你这份孝心 我帮你 我先从法院暂时撤回这个封房告示 不过我先跟你说清楚啊 这个人情我不能白给你 那你想干什么呀 我今天晚上在唱春园请客 你来帮我唱两曲儿 怎么样 热闹热闹 你不乐意 别答应 我不勉强你啊 我 你 你都这么说了 我 好了 我唱了 好 答应了 不过我得跟你说清楚啊 你帮我这一次只管一个月 下个月如果你婆婆还不出债来 法院还是照样要封他的房 那我怎么办呀 办法是有的 这样 你说 你帮我这一次要多少钱 能抵多少债 那我想你帮得越多 你婆婆的房子就越早能保住 你这不明明知道 我不可能让唐家的房子被封了的呀 那是绝不可能的事 那就唱吧 今天别去卖包子了 赶快收拾周正了 再出场 唱就唱呗 哪能够讲究 我家里有没有行头 这好办哪 来 拿五十块钱给他 哎 怎么办呢 娘 娘 娘 您看您眉毛皱的 别皱眉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现在 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我告诉你 门口那个封条 很快就要被拆了 你说什么 拆掉封条 你是说 顺发钱装那些人 他们答应你了 那当然了 你怎么办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凭什么 放高利贷那些人 一个一个都是白眼狼 一个比一个狠 你有什么本事 让他们放过我 因为他们吃了我的包子 知道吧 吃了我的包子就是我的朋友了 朋友和朋友之间打个招呼帮个忙 那也是很正常的呀 吃了包子 他们答应你 就是因为吃了你的那些包子 那什么包子啊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娘 我去看一下婷婷的功课做好没有 顺便再弄一下晚饭啊 回来 从今天起 你就搬回来住吧 娘 这样大家都方便接 娘您这 这是让我回来住啊 谢谢娘 娘 您晚上想吃什么 我不问了 我自己坐去 姐 去那边行 房间好大啊 姐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两位是我们唱春园的头牌 你们穿的这个衣服真好看 好看好看好看 小老板你好 我叫小丁 我叫小刀 见过小老板 我不是什么小老板 我叫杨素云 你们好你们好 小老板 你这身旗袍可真漂亮 还真是 是吗 在别的地方没见过的 这件旗袍是我的一个邻居给我做的 你们要是想要 我可以把它介绍给你们 让它帮你们做 很便宜的 真的 我们就小姐妹一起去 好啊 这吃饭的人还不来 留爷陪着客人 一会儿就当 一会儿就当 等着 等着 哥哥 里边请 里边请 来来来 来了 来了 约细 约细来了 里边请 来来来 坐坐坐 来来来 今天可有什么新花样啊 坐这边坐 等着瞧好了 好嘞 坐坐坐 你可是越来越漂亮了 你可真是大张姑娘 大家不要客气啊 习惯爽了 来来来 小文俊 来来来来 来呀 去吧 来来来来 各位 各位啊 我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上海滩 著名的黄梅系的名曲儿 小云雀 哦 好好好 好好好 这点好啊 好好好好 来了 给我们唱几曲儿 好 来来来 唱几曲儿 唱几曲儿 来来来 好好好 好好好 庄苑 庄苑 庄红好吗 腱红好吗 腱红好吗 这点好 我们知道我们就要瘦呢 来来 看什么了 赶紧快走 走啊 我夜藏大马 雨雨在前 人人夸我怕感冒 谁俩傻毛照啊 来来来 找成卷安闹 好啊 好 看看好 好 成卷 来来来来 坐下 休息一下 小英雀 来来来 快坐快 这边 是是 你坐 坐坐 坐 坐吧 坐啊 坐好 来 倒上 不要 我起来 没事 来来 小英雀啊 唱得好 好啊 好啊 对啊 来 我敬你一杯 好 来来来 来一杯吧 别 我只会唱曲儿 不会喝酒 刘雨 好 小英雀 别扫兴吧 祝祝兴 来 那就喝吧 那也不能说喝就喝呀 对不这样吧 你跟我划拳 好啊 我要是输了 我喝 你要是输了的话 你喝 好主意 来 来 木魁手啊 四星台啊 鸡子俏啊 我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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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给你买啥 来来来来 我来 行 好 来来 你先来 我让你 你先来 我先来 八匹马呀 你先进啊 来来来 喝吧 这个销手 这销手 这销手里面藏的沉妹呀 干嘛呀 这个销手怎么老是赢啊 你不是要划拳吗 你和我手跟什么呀 你不是要划拳吗 划 划 鞋把鞋 来来来 酒的酒 八匹马 六个六五 喝吧 喝喝喝喝喝 喝喝 你叫我喝 我就喝 你都喝酒了 你今晚干什么呀 好了 小云君 当时看在刘爷的面子上 我就 你 我又没怎么你 你还没怎么样 你都碰我肩膀了 这 谁找我麻烦 小李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小银雀可不好惹啊 是啊 你得喝酒 向他道歉 好好好 喝酒 喝酒 那我就喝 喝酒 来来来来 我敬你 好 来来来 大家来敬小银雀一杯 好 来来来 喝一杯 敬你一杯 敬你 干杯 来rap 这叫她 喝喝喝喝喝喝喝 bleeding 这帮人哪 没想到你酒量这么好 把他们全给灌醉了 那我是谁啊 这样 下星期我天天都有应酬 你帮我过来招呼客人怎么样 我不去了 你那些朋友动手动脚的 我刚才不是帮你挡掉了吗 这个钱算是今天的 这么多的钱 答应了 不是 你看 刘爷 我婆婆不是还欠你利息吗 要不这些钱 就当是她还你的利息 你把钱收着 再帮我们把封条给拆了吧 您要是答应就把钱收下 把封条拆了 下次您叫我喝酒 我绝不推辞 好 一言为定 但是 他们可不能再动手动脚 不然我 我 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好 我答应你 那不就行 你可真行啊 拿我的钱还我的利息 走 上车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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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走回去就行 这么生成半夜的 这怎么行呢 走走走 我送你回去 那也行 那就麻烦你把我送到弄堂口 要是送回堂府被我婆婆知道了 别拔了我的皮不渴 好好好 走 尝尝 谢谢 看似我们 跟刘也在一块儿 春秀 你说有没有一个梁家妇女 到天亮了还不回来的 你说我们这个二少奶奶在外面 都搞什么名堂了 真是太过分了 嗨 苏妍 我看你昨晚上吐得厉害 给你熬了新酒汤 趁热喝了吧 谢谢你啊 苏妍 到底出啥事了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 我婆婆这不欠人钱吗 要是再不还钱 我们唐家老宅就要被封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婆婆这不欠人钱吗 那得多少钱啊 我老舍帮你还 不能看着你那么辛苦 顺子 其实一直以来 你对我的好我都明白 我放在心里呢 我一直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 可你知道 我现在 已经是别人的媳妇了 这唐家有什么事 我也得顶着 你看你挣钱不容易 那些钱 好好孝顺老姑娘吧 不是 苏妍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帮我 我知道你没别的意思 我明白真的 时候也不走了 我还得出摊 要不你也赶紧去拉车吧 再晚了就不好拉活了 好 谢谢啊 客气了 走了 还有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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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 太不可思议了 唐经理作为堂堂一位画家 怎么会去码头做工 是您特意去的吗 不是 生活所迫 不过我很感激那段时间 丰富了我人生的经历 底层经验凝聚的作品 的确不同凡响 唐经理 这幅作品我要了 真的 谢谢你 好 不客气 书涵 恭喜你卖出第一幅作品 还要感谢二位的台爱 哪里哪里 你呀 太客气了 我在想 你是否愿意就劳工题材 做个专题画展呢 在这方面 我还真是有不少素材 不过说到做画展 是不是我还不够格 书涵 朱先生可是画台的大买家 他说了 你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这样吧 我先预付你百分之二十的定金 至于时间嘛 就定在两个月之后怎么样 你赚钱的时机来了 行 我一定全力以赴 这不算什么 我看你赚钱的日子嘛 还在后头呢 来 谢谢 好 二位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好 送送 请 留不留不 你慢走啊 是 老板 事不相瞒 画画这条路我走得很艰辛 幸亏一直以来 有我的内人在支持我 过两天是她的生日 我想请假 可以 谢谢 哎呀 白太太 怎么 又约我去打牌啊 还打牌 曼青啊 我听说你们唐家宅子被封了 你没事吧 那只是一场误会 官府啊 已经马上撕了那张封条 还专程登门致歉 给我认错呢 是吗 那可要恭喜你了 哎呦 可吓死我了 哎呀 真不好意思 还劳你挂心了 哪里哪里啊 哦 对了 曼青 你猜我昨天在畅春园看到谁了 看到谁了 你们家二少奶奶呀 哎呦 大扮得妖里妖气的 在那里给一群男人唱戏 那场面好不热闹哦 哎呀 你是不是看错人了 我们家二儿媳妇儿 昨天一整晚都在家里 陪我孙女走 哦 不好意思 我家里来人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挂了啊 哎 曼青 曼青 哼 四鸭子嘴硬 不是你们唐家媳妇 还能是谁啊 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一休不回家 居然 还去唱春园唱戏 皮薄肉香 好好吃包子 哎 师傅 要不要包子 师傅 要不要好好吃包子 皮薄肉香 哎 今儿怎么了 平常人那么多 今儿怎么没什么人呢 包子嘞 好吃的包子嘞 行啦行啦 提薄肉香 别喊了 你还问呢 多愿意 老往婆婆家跑 早早就收摊 人家客人来了几次 来了几回都扑空了 哎 要不要包子啊 谁还愿意再来 哎呦 他怎么就不查封你们唐家的房子了 还能为什么 我求他的呗 啊 哎 这可是白花花的钱呢 用求的就面查封啊 我不信 哎呀 哎呀 你说我这脑子 我跟你说 我那个 今天舒嵌的娘不舒服 我得回去看一看 嗯 哎 今天这个摊子 你先帮我看着啊 嗯 我很快就回来 给 哎 你呀 我跟你说 你得吆喝起来 知道吗 吆喝啊 要走啊 我很快就回来啊 这包子摊该怎么办呢 哎呦 娘 哎呀 行了行了 来 喝口水 喝口水睡一睡 不喝不喝拿开 您不喝水 老恶心怎么成啊 你老实告诉我 你跟那个姓刘的 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那么愿意帮你 帮我们家那么大的忙 哎呀 娘 我都跟您说了好几次了 这个刘爷 他是我的老朋友了 他吃了我的包子嘛 既然债主是老朋友 我就去求我这个老朋友 允许我们欠点钱 慢慢还 然后房子就不要疯了 他答应了就是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啊 是老朋友 嗯 我看是老相好吧 啊 哼 你以为我最近不舒服 我生病了我就迷迷糊糊 我聋了还是瞎了 我早就看到了 你昨天晚上 大扮得夭夭艳艳 还坐上人家派来接你的车子 都不知道一个晚上 干什么够当去吧 哎呀 娘 您肯定是看错了 我昨天晚上在家里 哪儿都没有去 真的 你还睁眼说瞎话 你真是让我丢脸丢死了 人家白太太 都亲口告诉我了 哎呀 你们唐家二少奶奶 在唱春园 还看见你陪着几个男人 还在那里唱曲儿 是不是 丢死人了 娘 别笑 我是去唱春园了 这不是怕你担心吗 昨天晚上正好刘爷请客 就叫我一块去吃饭 吃饭一高兴就唱两曲儿 我没有卖唱 你误会了 你是什么东西啊 人家请客会来请你 我跟刘爷见面也是为了 这个房子和您欠他钱的事儿 哎 我说过让你去陪酒吗 我说过让你去卖唱吗 我说过让你去卖唱吗 你自己不守复道 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还拿我当电背的 真 男寡女 一宿都没回来 谁知道你们干什么去了 我还嘀咕着呢 为什么刘爷 这么愿意帮我们家 原来跟你是这样的关系啊 哎呦 娘哎 您这是想到哪儿去了呀 我 我跟刘爷一大老爷们 我们能干什么呀 这大晚上的 我昨天晚上睡在弄堂里了 您放心好了 我绝对不会做 对不起舒涵的事儿 我发誓您相信我 你别要把舒涵搬出来 跟我说事儿 他是被你管了迷魂汤 迷迷糊糊的 我可没迷糊 我清醒得很 娘 我都不知道这迷魂汤怎么做 我怎么给他喝迷魂汤啊 你要是这么冤枉我 那以后房子的事儿 我不管了 哎 好啊 我就说你这么两句 你就给我拿窍了是不是 哎呀 行 行 以后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你爱干嘛干嘛去 不过我得提醒你 别在外面 给我做那些丢老堂家人的事情 以后自己多捡点些就是了 还有 还有 你那么喜欢回你那个老龙汤 你就回去住去吧 不要再回来了 娘 我累了 出去 这事儿 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老犯恶心啊 奶奶 乖 夫人 夫人 你看 二少女回来了 爸 爸 你回来了 舒涵 婷婷 可把你盼我回来了 娘 对不起 不能留在您身边照顾您 您身体怎么样了 这是二少爷 特地给您带的名产 搁那儿吧 你去南京这么久 一点音讯都没有 我怕你早把娘给忘了 哪能啊 今天天气好 我们去花园走走 好 春秀 带婷婷做功课 好的 乖啊 来 我们做功课去吧 对了 你跟我说说 你在南京发生的事吧 这次我去南京还真是去对了 陈老板给我定金了 那太好了 你要赚钱了 我说的这个陈老板还真是我的贵人 他不仅给我了场地让我开画展 还配了我做画廊的经理呢 所以我这次只能在家待一天 得马上赶回去 继续筹备我的画展了 才一天哪 就这么点功夫 那我赶紧吩咐春秀 做您爱吃的菜 娘 不用了 今天是苏云的生日 我想过去看看她 有什么好看的 有什么好看的 就回来这么一天 也不都陪娘说说话 陪你那个穷老婆干什么呀 她这么辛苦 我想看看她 她苦 她苦什么苦啊 人家现在呀 可生气得不得了 你呀 还是别去白献殷勤了 我劝你别一厢情愿 自作多情 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问你 你才离开家多久 我一直都以为 素云是个老老实实的人 却没想到 她背着你 做出那样的事情 她做什么了 你今天晚上 去畅春园看看不就知道了 ministry made 参加 雪于晓 牧花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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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玫 sting 来咏 来吧 来吧 多客ں 来 tö 내가 来吧 喝点 你怎么这么受不了啊 我不喝没关系 他老盯着你喝啊 小姨去 你这回一定得给我个面子 咱们一起喝一口 哎 干什么呀 怎么又上手了 说好喝酒的嘛 不要动水动脚的 哎 刘亦 他再这样 我可就走了 哎 你不能走 哎 哎 哎 不让你走 放开车 放开车了 不可以 放开车了 快去上开啊 什么开车啊 宝贝 干嘛 宋海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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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站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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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怎么会在这儿 说 我 我 我 嗯 他就是当年绑架咱们停停的流氓 钻子 你说什么 小子我今儿告诉你 看见素云的面上 我今儿放过你 你知不知道素云 他为你做了这么多 刘爷别说了 别说了 别说了 他是我男人 你不能误会了 他有男人 你生气啊 你先坐 书涵你真的 别生气了 他现在已经不是流氓了 别别别 我不是说你以前是啊 总之 总之你不是流氓 你 你真的误会 刘爷了 我一直在这儿 就是跟他们 喝喝酒 唱唱戏 我什么都没干 就是赔酒吗 我就是想挣点钱 你那么喜欢钱是吧 好 我有钱 我有钱 都是钱 这是我看花茶所有的定金拿着 拿着 拿着 要不要 开山 高兴呢 哈 我真是 我知道今天你过生日 我兴奏忠奋的请假回去 我还傻呼呼 给你买了名物 我这是很失望 舒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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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妍 好 舒函 谢谢大夫 这样 春秀 随大夫去诊所里拿药 好的 谢谢大夫 麻烦你了 舒函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谁把你打成这样啊 你还好心疼啊 你快告诉我 舒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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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 你 你还有脸站着在这儿 你看看你 你瞧瞧你穿成什么样子啊 妖精似的 你在外面丢人现眼不打紧 你看看 把舒函害成什么样子了 你就是个害人精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舒函 你故意 你故意还了得了你 行了 你走吧 我不想见到你 舒函 听见了吗 舒函不想见到你 走走走走 走啊 你听不懂是吧 叫你走 舒函啊 这么不检点的女人 怎么能当我们唐家的媳妇 怎么能做你的老婆呢 所以根本就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 她为什么要去陪人喝酒呢 你想不通啊 连娘我这双火眼金睛 我都没看明白呢 真是 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有一天傍晚呢 我就看到她穿成今天这个妖精的样子 跟着一个流利流气的男人上了车 还有说有笑的 你说 怎么样啊 真的 这种事情我还能捏造啊 还有一次 硬是 好 没想到她也去 我 肯定能吃到这些人 不是 我认为有值得 你 可是有有一些人 这个结构是 有了 你们俩遇到过吗 没有 现在娘也没什么盼头了 就希望找到谢家音 能找回我的小剑 我的宝贝孙子 干嘛发这么大的火 哎 难怪她会生气 连我都搞不懂 你为什么要跑去唱春园唱小曲 还和那个大坏蛋留言一起 你的脑子能搞懂吗 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当然是为了多挣几个钱了 你这话说给鬼去听 来两个包子 好好好 买包子来 来 拿好 拿好了 欢迎你再来 好好好 我说呀 你婆婆欠下了刘爷的高利贷 刘爷能这么轻易放过你啊 这里面一定有古怪 我说苏云呢 你瞒着谁 你也不该瞒着我呀 对吧 你总该让我知道 万一以后 有谁要是冤枉你了 我也要替你出头啊 不过 这人心都是肉做的呀 你为你婆婆牺牲了这么多 我想到最后 她总该接受你了吧 果然变聪明了 我心里啊 判的就是这么一天 我相信总有一天 她会接受我的 你 转身怎了解 请风赴月夜 为梦摘千美 请跟我赌醉 醉在你身边 无奈红颜多皱然生悲 我是不是错怪你了 素语 要五个包子 五个铜板 给你 叮叮当当 你们怎么来了 小老板 您说您白天在这卖包子 您还真卖包子 哪还以为是谋我们的 我刚刚都没认出来 小老板 你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做不一样的事情 就穿不一样的衣服 说话 小老板说话真有趣 怎么样 你们在这吃还是带走 带走 行 没纸了 我去拿点纸 你们俩就在这待着 帮我看一下摊子 别让别人偷我的包子 好 行吧行吧 我马上出来 这个不是前天晚上大闹唱出演的姐夫吗 瞧瞧我姐夫多帅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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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还在闹呢 别闹别闹 姐夫 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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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 给我看看 哎 你们俩干什么呢 哎呀 他是我男人 你们干嘛呢 玩玩嘛 我哪让他不能玩啊 啊 不跟你闹 不跟你闹了 姐夫 有空来唱成员看我们呢 要来看我们呢 还好 能省得我五个包子 算了 人 你看你像什么样子 摸怎么了 摸衣服是不是不好看 怎么能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呢 这种 这种人怎么了 哎呀 苏海 你真的不知道 他们其实是好人 而且他们挺可怜的 挣钱也不容易 一晚上要喝好多酒呢 那你晚上也和他们一样 喝好多酒 你不是这个意思 行了 我说不过你 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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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先去看看书海吧 你一个人去南京 要多加小心哪 你这手如果还是很疼 一定要看医生啊 知道 你别硬撑着拿画笔 好啊 知道吗 我现在 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孙子 如果你能在南京 碰到谢家音就好了 好了 快回去 回去吧 路上小心啊 画画别太累了 你保重啊 我走了 回去吧 这不是吉时洋行的张总经理吗 唐夫人 好久不见 怎么这么巧啊 在这儿遇见你 唐夫人 自从我们舒寒 离开了你们吉时洋行之后 您那儿的生意就兴旺发达 突飞猛进了吧 夫人在说笑呢 那其实是舒寒呢 自己主动辞职的 躺在家里后 还在乎这个工作 真要是我想辞退他 就凭谢家音跟舒寒的关系 他也不可能坐视不管呢 您的意思是说 上次是谢家音 给他求的情 唐夫人 您不知道吗 唐淑涵第一次被辞退的时候 就是谢家音到洋行 去给他求的情 我是因为受过谢家老爷的恩惠 所以才特意的给了他一个面子 原来是这样 那我该好好谢谢谢小姐了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他在南京的住址啊 方便的话能给我吗 对不起 我还真不知道 我要赶车 失陪了 再见 再见 原来是这样 素玲 我看哪 你还是去跟那个舒寒解释一下吧 否则你这个婆婆 还不知道要怎么编排你呢 说得也对啊 又过了一天了 他也应该消气了吧 要不然我现在就去看看他 顺便跟他说一说 你越来越有脑子了 摊子全交给你了 行 快去吧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谢谢啊 快去 你啊 高临 你啊 高临 娘 舒寒呢 回南京了 那他怎么不告诉我呀 谁知道啊 也许人家不想见你呢 娘 您也知道我去唱戏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不被封 还要替您还债 您怎么 您知道舒寒生我的气 一句好话也不帮我跟他说 你现在算什么态度啊 你来跟我算账啊 是 你是为了保住这个家 可是我没想到 你会抛头露面 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 去唱成员唱戏啊 哦 你是保住了我们家的房子 可是丢尽了我们唐家的体面呢 好了 这样功过相抵 也轮不到你在我这里邀功 更轮不到你 听这妖杆子跟我算账 娘 我没有啊 要不这样吧 我去南京去找舒寒 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不能让他误会我呀 对了 上次 舒寒从南京寄回来的信 那信封 我好像放在您那儿了 那信封上面还有地址呢 您把信封给我一下吧 丢了 丢了 怎么会呢 丢了就丢了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 丢了 那地址您肯定还记得吧 您把地址告诉我一下 求你了 娘 真有你这么傻的人哪 丢了的东西谁会去记得呀 真是 你爱找谁找谁去 我累了 爱找谁找谁去 那我找谁去啊 我就不信 娘真的没有舒寒的地址 哎 难道他觉得我的脑袋就这么好骗吗 会相信他骗我的话 还是说 不识字的人 一定会受大城市的人的骗 你的意思是说 家音死去的未婚夫 是秋香的儿子 而且跟你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对 他的儿子叫陈志远 几年前我曾经在白云寺遇见过他 确实很像 这世上长得相似的人多了去了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秋香仪和家音常常把我当成陈志远 这么说 谢家音对舒寒 应该有份特殊的感情才对 如果我能利用这个机会 撮合家音和舒寒 让舒寒 休掉杨素云 这样 我不仅能有一个有钱的儿媳妇 连我的宝贝孙子 也跑不掉了